大家好,我是远嫁韩国,生了三个儿子的妈妈大敏 和我的韩国公共基本上算是一年都没见面了 今天她竟然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这真是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之前吧,又听我老公说 有提过可不可以圣诞节来见孩子们 我老公就说看情况吧 这一看可好,全家人是给人家直接拒之门外了 直接一家五口全部得了假铃 然后就也没见上面 孩子们呢也好久没有见到亲爷了 血缘关系啊真的是割不掉的 也不知道公公怎么想 但是孩子们呢偶尔就会问我们 韩国爷爷哪里去了 因为他们管我爸叫中国爷爷 我老公呢还有个美国的养父 所以叫美国爷爷 这一年下来呢从美国到中国又到韩国 一年四季都过去了 该见的都见了 唯独不见韩国爷爷 所以孩子们就一直问 他为啥不来见我们呀 然后我们就呼隆呼隆 爸爸就问那你们想见吗 孩子们就因为当时 比如说过节啊过年的时候啊 孩子们就是他会给孩子们买玩具 所以虽然不知道孩子们是想要玩具 还是想要见爷爷 但是嘛孩子们是提转了 我想要见爷爷 当初呢因为公公的一些行为嘛 我们就很生气 但是时间这个东西真的会冲淡一切 公公又知道了他有了另一个长孙 然后很多粉丝们也留言跟我说 哎呀有长孙了 你千万不要搬家 还跟他隔开 公公心里其实可能还是有孩子的 之前呢因为我老公一直都没有松口 所以呢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今天呢直接开了视频过来 孩子们就不认识爷爷了 爷爷就说哎呀好久都没见到爷爷了吧 快给爷爷问好 老大呢已经长大了 所以就直接问了好了 他还能记得爷爷的长相 但是老二的话基本上可能就有点害羞啊 还是怎么着就不认识了 躲得远远的 我就只好骗老二 我说你看你要见韩国爷爷 他要给你买玩具 你赶紧问好啊 然后这才老二才问了个好 公公看完孩子们就赶紧问 哎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带孩子出来 我说孩子正好放假呢 但是现在下大雪 这两天韩国天爷不咋好 然后我们的假留吧还没好利索 都一个个呑呑的 我说等我们好利索了再出去见吧 公公一听我们的假留还没好 然后就赶紧说 哎那啥时候 爸爸赶紧把身给你们送过去 你们得坚持吃 你们给你们你都不吃 因为每次公公给我们的那种 新鲜的身吧 确实有点苦 我们都吃不下去 他也没说啥 因为确实我们也好长时间都没见面 也没通话了 相互之间还是有点尴尬的 然后呢跟孩子们说了几句 看了孩子们说 哎呀长这么大了 怎么怎么着的 然后就跟孩子们拜拜 就说再当有时间的话 带孩子们出来 我们也见面 爷爷给他们买好吃的 韩国爷爷 想见 什么时候想见 你为什么想见他 我想看美玩具 很久没 你喊啥 你也要去啊 老大说很久都没见爷爷了 这大冬天怎么整西瓜呀 昨天老二突然说 爸爸我要吃西瓜 然后他爸我给你讲 这叫不是爱儿子 宠儿子 咔咔就去买了个大西瓜 谁下雪天大冬天吃西瓜 你告诉我 儿子 好不好吃啊 西瓜好吃 好吃啊 那好吃你吃吧 这个也跟人吃上了 你吃西瓜皮啊 哎呀中了中了 你啥都吃 没有你不吃的好像是 我怕的时候 婆婆正好回家来 然后听到公公 在给我打电话 然后婆婆就没出来 直接回她屋去了 刚才挂了电话 然后出来在厨房 在忙活着 我家老大更懂 直接说我想他给我买玩具 哈哈哈哈 最后才补充一句 我好久被恰他了 情商还是很高的啊 你别让爷爷听见可糟了 哈哈哈哈 哎呀姐妹们 是不是该带他们去见一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